天越冷越容易上火 但如果是这种蛇相 不能用牛黄解毒片 就避得紧紧的 抵抗外邪的清晰 但是这样就会有个啥问题呢 外面的进不来 里面的也出不去 你吃点什么热量高的东西 这个热就很不容易散出去 人就容易上火 出现嗓子疼 牙疼 或者是流鼻血的情况 那这时候很多人就知道 上火了 吃点牛黄解毒片 清热解毒了 但是如果你是这种蛇相 要注意了 是不能用牛黄解毒片的 我们看这个病人 他想调理的主要问题 就是一到冬天就上火 老是长口腔溃疡 舌头红肿溃烂 喉咙也溃烂 严重的时候会发烧 小便还比较频繁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蛇相 首先他的蛇质非常的红 蛇胎比较少 而且看起来很干 缺乏水分 并且我们仔细看 他舌头中间还有细微的裂纹 所以说这个病人 他有没有火呢 舌头那么红 肯定是有火 但是舌面上又很干 舌质出现了裂纹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损疾因液了 是一个火胜伤阴的情况 那阴伤了以后呢 就相当于水少了 本来火就旺 现在水又少了 不能治火 热下是不是越来越重 所以这时候呢 光用牛黄解毒片 清热是不行的 一定还要注意养阴 另外这个病人我们能看到 舌边上一圈明显的齿痕 舌面上的裂纹 主要集中在中间脾胃区 所以它还存在一个严重的脾胃虚弱 后期一定要注意调理脾胃 好了 那么有类似情况的朋友 就要注意了 那肯定有人会问 用什么药呢 中医看病讲究辩证论治 一人一方 症状相近 病际却可能完全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让专业医生帮你辩证